这个世界整过乱了 动乱的根源迷失自信 丢失了传统的教育 传统教育宝贵 祖宗 千万年的智慧接近 经验的接近 留下来良好的方法 这些方法是真理 超越时间超越空间 无论放在哪个地方都零 都管用 你要把它淘汰掉 你要说这是落伍的 跟不上时代了 那你的罪你可得有得受了 好东西都不要了 要新东西 新东西多好吗 跟老的比较吗 能超过吗 能超过的很有限 不能超过的就太多太多了 所以 什么是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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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假我 你要不把它搞清楚 肯定你就做电倒了 你把好的去掉了 把我的留下来了 为什么 你不认识 现在摆在眼前 这些事情太多太多了 不是货 我 就在我们的眼前 我自己也遭受这个苦难 还算是什么 三安保加持 在天天讲经 要不然这个身体早就没有了 身体并不是很好 毛病很多 需要的养分 自己不知道 这么多年来 很多同学胜过的补品 不敢用 全部都拿去送礼送别人 所以我常讲 不要送东西给我 我根本不吃这些东西 现在医生给我诊断 那是我迫切需要的 不知道 常年住在海岛 住在这个海岸边缘 体质是 良性的 寒性的 寒食 所以毛病的时候 都从这出生 需要什么 需要人能补充 补充 你看以前 不敢吃花生 喜欢吃花生 不敢吃 吃几粒 这嘴巴就 活气就上身 不敢吃辣椒 凡是烧烤 烧烤 油煎的东西 都不敢碰 现在医生告诉我 这些东西都是你需要的 需要补充热的能量 你身体才会健康 以前人生 不敢碰 全部都从人 现在医生 你都多吃才行 通过简单的一些治疗 现在尝尝看 没问题 以前不敢吃辣椒 你看现在我每餐饭 都有吃辣椒 大量的吃生姜 还告诉我 这些红生 高丽生 热心的 都要多吃 尝试了这一两个月 好像是有一点小 这就是不识乎 对身体需要的 认为是不需要 丢掉了 不需要的 良心 拼命吃 青菜 水苦 都是去 寒食性的 身体是个寒食性 再多吃这个 所以身体精神越来越差 告诉我 这个东西不能吃了 黑果也要挑热心 不能吃良心 你看这么多年的错误 人家告诉我 果然说的有道理 我们相信 才拿了 改变 饮食的 方式 从这个里面 取得了健康 这是举一个例子 例子太多了 局不胜局 那这不学怎么行呢 不学都不知道 全搞错了 以为自己是正确的 自己是对的 今天 我们就讲到此地 我让你们看 自己是正确的 好 我这次 你说的 你 都不学会 我会有什么 我会有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